直到看见钱肖贤在大风乡拥有姓名 才明白他如今在德云社的地位不容小觑 这几年随着他的颜值火出圈后 郭德纲开始对起一个猴一个栓法的培养 逐步脱离巷上开启了他的综艺之旅 因为长得帅又幽默深得大家喜爱 逐渐成为了各大节目的宠儿 如今还是爆款综艺《你好星期六》的常驻 搭档的还是何炯这个老牌高情商高口碑的主持人 刚开始有点名气的时候 他的捧根是孙九香 他俩的风格异于德云社的所有人 其他师兄弟都是组CP 而这两位则是父子 并且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之后随着他在外边跑的时间越来越长 回小园子演出的时间也得到了限制 没有搭档的日子孙九香只能当个替补 这对于有家庭有孩子的男人来说 并不是长久之计 秦小贤也对此十分愧疚 经过一番商议之后 梁林为了各自更好的发展决定分开 网上会有很多人说 是因为秦小贤火了 我把我的搭的抛弃了 其实并不是 就是我们俩做的协商 说哥是这样的 如果现在我去拍戏 我走仨月 你能不演出吗 我不行 我要不演出 我得挣钱养家呀 随后老秦就跟一直有着闲滑CP的何九华搭档 此时刚出的时候还引起了一段轩然大波 毕竟何九华当时也是有搭档的 两人配合默契 断头台和奸展官的组合很被大家看好 甚至已经开始了个人专场 正是前途不可限量的时候 结果却突然分开 让很多粉丝无法接受 可事实已经摆在那里无法改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好像已经放下了 当初他一个人换搭档 却影响了三组演员 他要走了 何九华 上九西 却突然跟郭娇翰走到了一起 最后导致 只有孙九峰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 如今此事已经过去三四年了 大家对新的搭档组合都已经接受 并且他们的风格也深受喜欢 好像一切都是最好的结局 当成其中最受瞩目的当然还是秦潇贤 他虽然没有回小园子 但是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而他的搭档何九华也是乐得自在 毕竟也是家里有矿的主 平时有演出有节目就忙工作 没事了就玩呗 今年他和老秦在大风箱上 不但表演了学鸭语 还在开场走了双人 出场顺序返出了很多云和酒的诗歌 而且返场的时候 能明显感觉到他胆子越来越大了 之前在师傅面前 他是大声说话都不敢 这几次的大坟场明显的敢闹 再也不是那个请求师傅 让保安不要拦他的卑微 天秦春晚这个重要的时刻 还跟师傅坐在一个桌上聊天 这以前可是亲子爱徒的待遇 低位咔咔的往上升 秦小贤的未来发展之路不可限量啊 晚风清湖蓬湖湾 白浪珠沙滩 唯有夜林这些阳啊 这世界海岚岸 这个队 还有过年的喜庆祥和的气质 要是再配个阳哥队 那就更好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